这是贵阳炸脆哨的猪肉 你们那个猪肉一天能用多少斤 一筐是150斤 一天也就是25、6锅 4千斤那个样子 又一车切好的猪肉送过来了 四筐 这个肉都是哪个部位的 这个是三线肉 这个是肥肉 都是新鲜的吗 冷线肉 冷线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麦总 我现在在贵阳小十字名声录菜场 早晨我们刚在省尸路吃的长望面 这会儿我们去看一下长望面的灵魂 脆哨是怎么炸出来的 五花肉 下锅 现在都是这种机器 我记得以前贵阳炒这种脆哨 会用手工 科技改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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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入猪油 这是之前一锅熬化的猪油是吧 对 这一锅也是五花肉买的 五花肉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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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锅大概15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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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花肉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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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锅都是肥肉买的 贵阳最早的最少都是肥肉炸 对对对 纯肥镖 肥肉也是炸50分钟吗 肥肉的话剩200斤 200斤的话大约要一个小时左右 这里有200斤啊 没有这100 100 还有一框 再来一框 一锅200斤 启动 准备 小草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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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头 准备 骨头 妙 别火 过了15分钟我们来看一下状态 把这个油已经慢慢的吸出来了 跟清早的纸杂其实很像 这是猪花肉 然后这边是肥肉 今天这片油就可多一点 是多少分钟下香料调料 香料等这个油这个肉浮起来以后 吃完油然后就可以下香料 出完油哈 已经很香了 它这个我觉得跟清早的纸杂其实是很像的 都是拿这种肉或者肥肉去炸 然后最后得到这个油渣 就南京话讲叫油渣啊 香的很 你们这个一天4000斤是怎么怎么卖的 零售能卖这么多吗 零售卖的是大部分都零售 其他一些小部分就是一些 一些餐馆啊一些长面还有粉面馆用的比较 好有些电池它是不炸是吧 对对他们用的是不炸的 哦那这个4000斤 要出多少斤这个成品 最少 八九百斤吧 五斤出一斤 对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大概半秒热的状态 来看一下这个油已经基本上吸出来了 确实香了很 它的流程就是油一会儿要抽走 最后去调味 这是五花肉 哦这是机器把油抽走 哦全部现代化啊 哦油在那个位置 它这个就省得去一勺一勺的咬了啊 全是猪油啊 我们一会儿问问它这个猪油去向 一个是留着可能下一锅炸 但是那个油量非常大 这一锅继续抽油 哎呀哗啦啦的猪油 滤掉油渣 然后进这个醋醇罐里头 下料 下料 然后再炒二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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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炸好的油是吧 嗯 这个是卖给哪边呢 这边都是那个 床后面它们都有都有需要 哦 床后面 这个都是符合要求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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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符合要求的 说锅 这锅 这锅为什么要快一点 软烧要快一点 哦软烧啊 所以软烧它不会让它打得很干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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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就是软烧 就是软烧 你看这个胳膊多有力 嗯 枣红色 漂亮的很 来看看师傅这个胳膊 师傅发个力给我看一下胳膊 哎呀 特别有力气 脆哨出锅 这个颜色更漂亮 这个缩水缩得更严重吧 对 这个缩水缩得更严重吧 这个 100斤 产量15斤 哎呀太香了 五花肉片 就下锅了 嗯 您是老板娘是吧 对对对 你们那个4000斤肉做成那个脆哨能卖多少斤 嗯 五斤出一斤 你特计可以算出来的 啊 五斤出一斤 来看一下 这个是成品 脆哨软哨啊 就是全国大部分地方讲的那个油炸 但是它 带了一点点调味 嗯 就是跟油渣 形状不同 口味不同 啊这个是羊梅啊 哎 羊梅啊 哦 装在这里头啊 羊梅的季节 特别新鲜 我们带着脆哨来吃 肠旺面 这是你们推荐的最好吃的一家 是不是 仍是相当多 好 常望加皮蛋 这个面是鸭蛋面啊 对有鸭蛋有鸡蛋 有鸭蛋有鸡蛋 鸡片肥肠 有鸡蛋还是鸡蛋 鸡蛋 鸡蛋 好 还有一碗哈 对 来了 肠旺面 搞起 先来一口面 嗯 嗯 这种 加了鸭蛋鸡蛋的面 口感相当好 这个是软哨 这个是脆哨 我们粗放一点 我醎鸡蛋 它这ч一封要十三 我们自己带了 来尝尝啊 早上我们也看到了 炸这个的全流程 之前我以为 全部都是肥肉 但是 它这个是五花肉 你看 软的就是炸的时间稍微短一点 然后脆的就是 再多炸几分钟 再多炸一下 应该盖起来 让它吸一下汤汁 昨天我在省湿路 吃那个长旺面 你们推荐说南门口 跟那个金牌逻辑 这个就是赛家家金牌逻辑 好像是口碑最好的一家吧 我们先吃点面 然后待会再吃一下 吸满汤汁的脆哨 软哨 嗯 长旺面 丝娃娃 牛肉粉 是贵羊三大小吃 哎呀 这个汤贵 再来点泡菜 然后下面还埋了一个筋呢 一口泡菜 一口泡菜 一口面 再来一口汤 哎呀 爽 来尝试吃这个 就把它吃爽了 50块钱一斤 我们买的三样 脆哨 软哨 还有那种 全都是肥肉炸的那种脆哨 哎呀 这个炸菜 太鸵了 哈哈 不是 我们 Freedom 谢谢大家